各位同學,我們繼續學習羅冠中楊修之死 大家上次學到第六段 粗孔人暗中謀害己身,常吩咐左右 吾夢中好殺人,煩悟睡著,雨等切脈近前 一日,就寢象中,落彼於地,一近視方取腹蓋 粗若起拔劍斬之,復上藏睡,伴響而起 楊經問,何人殺吾近視,眾矣實對,粗痛哭,命口壯之 人家以為粗果夢中殺人,為修之其義 臨壯時,指而探藥,成相非在夢中,君乃在夢中矣,粗聞而御惡之 這段是聚述曹粗夢中殺人的事件,我們上次已經討論過 其實它只是曹粗騙人的一場戲 那為何它要做夢中殺人這一場戲呢? 它是想借這件事來證明它真的會夢中殺人 容易警告別人,不要趁它睡覺的時候行刺它 但是曹粗的虛偽行為,卻比聰明的楊修所釋破 楊修如何揭穿曹粗的奸詐行為? 看看這一句 人家以粗果夢中殺人,為修之其義,臨壯時,指而探藥 成相非在夢中,君乃在夢中矣,粗聞而御惡之 楊修在死者下葬的時候,指著死者講了這一句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成相非在夢中,曹粗並沒有發夢 他其實清楚知道自己故意殺人的事 君乃在夢中矣,你死得十分糊塗 好像發夢一樣,至死都不明白真相 那麼這次曹粗聽到之後有什麼反應呢? 聰明而御惡之,他越來越討厭楊修 楊修雖然聰明,但他的處境卻越來越危險了 情節如何呢?我們看看下一段 粗第三子曹粒,愛修之財,常邀修談論,中夜不息 粗與眾相宜,玉立直為世子,曹粒之之,勿請朝歌掌吳智入內府相宜 因恐有人知覺,哪用大陸床吳智於中,指說是鑌匹在內,再入府中 修之其事,敬來告粗,粗令人於披虎門視察之 披方告吳智,智若,無憂也,明日用大陸床眷,再入耳域之 披如其言,以大陸再眷入,是者守漢陸中,果眷也,回報曹粗 曹粒因而,修淺害曹粒,悦惡之 本段聚述了楊修得罪曹粗的另一件事 這件事涉及曹粗立世子的大事,大家知不知道什麼是世子? 即是諸侯王的繼承人 曹粗是魏王,所以他想在自己的兒子裡選一個做世子 最初曹粗是想選哪一個兒子做繼承人? 他是第三子曹粒,一個非常有名的詩人,文學家 有關於他的七步城詩的故事,相信大家都聽過 曹粒喜愛揚羞的才華,時時都跟他討論,關係密切 這個時候曹粗的兒子裡,有哪一個最想跟曹粒爭做世子? 他就是曹粒,曹粒的第二子 曹粒找了哪一個幫手? 曹粒找了曹粒的長官吳智商討爭做世子的事 爭立世子是非常激烈的政治鬥爭 所以曹粒一定要保守秘密,不想讓人知道 那他用什麼方法去見吳智呢? 在這句裡,大粒子的就是大竹康 吳智藏身於大竹康裡,外面裝滿了眷屁,而染人耳目 結果是怎樣呢? 不知有沒有被人發現,曹粒可不可以爭到世子之魂呢? 我們下次再談 先做一下這兩題練習吧 先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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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им Chile 先做一下 anh對 好嗎? 先做一下